Hello 大家好 炎逸的夏天終於過了 想起夏天 今天真的想死 11月也開始慢慢踏入冬季了 大可惜香港的冬天是沒有雪落的 沒得玩天然的雪球 既然沒得玩 那我就唯有自己做一杯可以喝的雪球給自己 雪球字面所顯示的就是 Slowball 即是說 今天我要教的咖啡就是Slowball 酒如其名 其實這款咖啡本身都是兩大白色的 做的方法也是相當簡單的 最主要就是有蛋酒再加上 湿起或者雪碧就搞定了 好吃而且又容易入口 酒精濃度也不高 哇 在調教的時候也可以因應自己的酒量 而去決定放入適合的份量的酒 所以是完全取決於你們自己的 Slowball 是源自於1958年的雞尾酒大賽 後來地道的飲法 是在酒杯上面 加一個雲尼那味的雪糕球 然後攪拌均勻來喝的 那好了 事不宜遲了 現在先做了 這樣做這個Slowball 就算是用蝦波杯 這樣我就加3盎司的蛋地下去 但是大家記住 不要現在直接加雪冰下去 要先加冰 如果不是一倒下去 撞上去 那就沒有了效果 好了 好了 加完這個冰 現在就加雪冰 最後就是攪拌均勻 這樣一杯 香港傳統的Slowball 已經完成了 那好了 做完之後就要試喝了 這杯酒 很重 蛋地的蛋味 雪冰味 又有一點 混合了酒 真是這個 perfect match 這杯酒也是女士們 人氣極高的 酒精類飲品 這樣 今天的時間 又差不多了 那我再做幾杯 這個Slowball 出來 讓我的partner一起喝一下 一起chill一下 這樣大家 現在臨酒之前 記得CLS 我們這個YouTube Channel 還有記住訂閱 那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各位 今天看我這一段 Happy Friday 多謝各位 Bye KCAV提提你 如果你們未夠18歲 就算有家長的陪同情況下 都是不可以喝酒的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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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